中国大陆的学生 缺乏对台湾的了解 也缺乏对世界的认知 不同年段 因教育 生活圈子 家庭的不同 千差万别 条件一般者居多 可能14岁之前 都不一定能出过自己所在的城镇 移动手机虽然家家户户 基本都有了 但是不知道如何科学上网 也不具备了解外面世界的需求 学生阶段 几乎每天都是做不完的题 补不完的课 被家长一起卷起来 奔向高考的必经之路 考考前大多数学生 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今后做什么 我需要成为具备怎样思想的人 基本就是 我只要能考上大学 就算扬眉土气了 有的村子里 甚至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 所以学习 考试 出成绩 就成了唯一的目标 城市当中条件好的 另当别论 他们对台湾的了解 仅仅限于书本上的地理知识 以及手机网络上的内部宣传 例如 台湾又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了 缺鸡蛋了 台湾选举又怎么样了 谁的支持率高 谁又勾结美国购买武器了 负面新闻几乎能够占领它的全部 所以小周认为学生阶段对台湾的认知就是 地理上知道它在哪里 感情上知道它是我们的 在政治观点上 百分百认为 台湾没有几个人是好的 全都是坏心眼 当然也认为美国就是他们的大哥大 跟美国混得很熟啊 随着高考的结束 很多人步入大学 知识体系也更加丰富 图书馆进的也多了 西方的经济学 政治学 以及法学等等 没列的书籍开始涉猎 回头看之前对台湾的认知 感觉有一些是矛盾的 为何总说台湾不好呢 台湾的价值观 市场经济模式 政治 法治建设 非常接近西方的理论 甚至在政治上 超越了三权分离的概念 比他们的制度更加完善 再者 他们因为要写论文 需要翻墙 要参考文献 所以慢慢地通过互联网的梯子 得知真实台湾的模样 于是开始经历否定自我的过程 原有错误的认知开始清理 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如果他们遭遇台湾媒体的狂轰乱炸 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 因为台湾媒体是真的太多了 亲中的有 中立客观的也有 亲美亲日的 当然也不少 看多了 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好在理论需要验证 当大学生都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慢慢地就有了信息的筛选能力 我个人认为 台湾的大学生 跟我们的大学生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过程 他们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都知道 大学生是最容易被鼓动 被培养的年龄阶段 一些人想着拉拢和试图 让学生做一些破坏社会安宁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别有用心 居心不良 让学生安安静静地学习 积累真实 他们自己会明白的 不要拿着自己对中国的不满 让还未进入社会的大学生买单 善待他人永远要跟善待自己尽量保持平衡 我觉得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多一些时间等待 是为他们好 学生就要学习 就要丰富自己 不要让他们跟政治牵扯在一起 也不要跟什么派系有关系 每个学生后面至少有一个家庭 他们应该安安静静地以学习为主 大学变以后 很多人带着还不是成熟的思想 进入企业 进入社会 有的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 有的人则是外企 当然也有人进入了台湾企业 如果能够进入台资的企业 你就会发现 二十多年积累的对台湾的认知 很快就会被颠覆 小周有很多曾经的同事 都在台资企业 有一些是在广州做线路板的 有一些是在昆山做机械的 还有一些曾经在富士康待过 或多或少都在管理中 感受到了台湾企业的魅力 台湾人讲究诚信 搞企业也是一样的 有人说富士康是汗血工厂 剥削劳动力 虽然是为了产品质量 加班加点对客户负责 但是员工太累了受不了 但我们不想想 当富士康这样的企业离开之后 我们还有哪些企业 能够给出他们的待遇呢 大家在跟台资企业的共识过程中 逐渐建立了诚实守信的品质 很多人都具备了这些潜质 例如无锡公演员区的一些企业老板 很多都是在昆山台资企业工作过的小弟 做的时间久了 自己出来单干 搞点小生意 慢慢的就成就了自己 当然大部分人 还是没有机会进入台资企业的 不过他们对台湾的看法 也会发生改变 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可以上外网 了解台湾的现状 而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民生福利 实在太差了 中国的经济 说白了就是中低端的加工制造业 在高科技核心领域 一些基础框架领域 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也没有任何的发展机会 不是被制裁 就是被限制 很难有起色 即使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大家也不看好 能够长期是如此 更不要说 能跟台湾比福利了 那是基本不太可能的 但是往往在网络上 我们看到键盘侠 都在质疑台湾的福利 比如全民健保是不免费的 农民收入是偏低的 社会整体的工资多年是不变的了 等等等等 这些是个成年人 基本看了都不会信 但是网络上的确存在 他们可以查数据 可以看懂台湾的现状 所以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之所以你看不到很多 为台湾站台的 揭露键盘侠或者小粉红的 是因为大家都不太敢说话 在中国网络上 你说多了一定会被照顾 而且删帖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即使说了几句话 也都是被限制的 有一位网友针对中国和台湾 谁的生活水平更好 写出了自己的心理变化 我觉得有一些道理 他说 我小学时如果我问人 中国大陆和台湾哪边生活水平更高 别人会像看傻子一样的看我 后来我大学毕业 如果我问人 中国大陆和台湾哪边生活水平更高 会有满腹经伦的公共知识分子 耐心地给我科普他们在台湾的所见所闻 用事实告诉我 他们有多好多干净 人文素质有多高 台湾还有多少高科技等等 现在我人到中年 如果我问人 中国大陆和台湾哪边生活水平更高 大家第一反应是开始分析 我们哪里地方好 哪里地方不好 台湾哪些地方好 哪些地方也存在问题 大家各有劣势 实际上对台湾的认知 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 跟台湾人对大陆人的认知 是差不多的 都在加深 台湾人不喜欢大陆人的谎言 假大空 力气太重 也是有变化的过程的 总体来讲 客观的东西永远是存在的 当哪一天你明白的时候 突然就豁达了 好了 本期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